有时候做梦就是被人打 都能打 为什么做梦 你做个恐怖吗 被人打 我又打不出血来 这就是好梦 这是2000年春节 导演杜海斌无意间拍下的场景 在宝鸡市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台上 聚集着这样一群流浪汉 他们捧头垢面衣衫蓝绿 白天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靠着捡垃圾和药饭为生 运气好了能买点吃的 运气差的话就从垃圾堆里 捡些能吃的东西填饱肚子 晚上他们就住在铁路边 靠着一床烂的掉出了 棉具的被子保暖 在北方寒冷的冬天 他们唯一的取暖方法 就是强忍着浓烟和异味 点燃一些捡来的烂塑料袋 或者其他易燃物 围在一起集体烤火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最大的也不过20岁 而眼前这个叫做 火狐狸的小男孩 是他们中最小的一个 昨天刚刚过完9岁的生日 虽然是个乳秀未干的瓜娃子 但举手投足之间 已经是保清世故的老江湖 因为从小没人管 老家西安又不好混 所以他才跑到了宝鸡 刚开始宝鸡的收容战 收留了他 每天有吃有喝 还能上学 老师对他也挺好 但天生向往自由的火狐狸 不愿待在那里 于是几次三番 从收容所跑出来 在流浪的路上认识了小龙 之后便一直盘踞在这里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宝鸡的生活也不安稳 昨天火狐狸过生日 想着买点零食 请大伙好好吃一顿 他一大早就出门 在火车站好不容易 讨到了二十块钱 结果被保安当作小偷 兜里的钱被抢走 还挨了几个大逼斗 明明受尽了委屈 他却像是在讲 别人的故事一样 轻描淡写 有人曾问过他的身世 但他从没有提起过 自己的父母 只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姐姐 是他在西安流浪时认识的 姐姐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 虽然收入不高 对他却十分大方 会带他到公园做章鱼 给他买糖拍照片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可惜后来姐姐随马戏团全国巡演 从此两人就再没见过 而这段萍水相逢的回忆 也成为了火狐狸 苦涩生活中 唯一可以反复取决的美好 我爸比较会 他那时候之前 就给我 这么常干带的 卖的 这么有二十斤的一点面子 就面 他们就走了 这是2000年春节 一位导演无意间拍下了一群铁路流浪汉 镜头中 这个长相清秀的男孩 是来自甘肃的小胖 他的爸爸先后娶了三个老婆 生了五个儿子 一位喜欢喝酒 又爱耍酒疯 打跑了前两个老婆 其中就包括小胖的妈妈 有次他爸因为失手 把邻居的肋骨打断 拿不出一千七的赔偿款 于是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跑到新疆地风头 只留了半袋面给小胖 后来小胖跑到叔叔家解住 但叔叔一家对他很不好 他不愿在家里受气 便跑了出来 可惜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顺利 由于他年纪小 没有身份证 根本找不到工作 走投无辱之际 他便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后来他才知道 当年妈妈离开家以后 在路上遇到了人贩子 被卖到安徽当老婆 虽然日子过得也不好 但妈妈还是把他接到了新家 只是继父对他的态度很差 小胖的生活一点也不轻松 为了不让妈妈为难 他便谎称到外面打工 再次从家里跑了出来 这时一辆火车缓缓使来 嘈杂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火车很长 他足足等了两分多钟 那似乎是一段无尽的等待 像他的生活一样 没有方向也看不到终点 小胖在噪音中不安的张望 鼻头的酸楚也随着镜头的上摇 缓缓往喉咙里咽 小云南是这些人里感情最细腻的 但这或许也和他即使出来流浪 也还是受人欺负有关 他13岁从家里出来 抱着到外头闯荡 见见世面的想法 踏上了流浪生活 期间找到了一份养蜜蜂的工作 兢兢业业干了快三年 结果遇到黑心老板 趁着他和几个工友输税 偷偷卷钱跑路 一分工钱也没给他们留 后来他来到宝鸡 过上了鸡一顿 饱一顿的流浪生活 不过在其他人都选择 用一种坏意恩仇 来逃避现实的压抑时 只有他真切地去感受现实的刺痛 他会在大年夜时 因为想家而大哭一场 也会在黑夜中 因为被小团体欺负而无业 这天火车上的钢筋被人偷了几根 保安抓不到人 就拿流浪汗撒气 刚好小云南在附近捡瓶子 于是就被拖过去 挨了一顿打 但事实上 他连火车都不会上 怎么可能会泄血 他心里满是委屈 气得干了一整瓶二锅头 小云南的遭遇 连贼王都看不下去了 他是这里的神偷手 为了混口饭吃 时不时会干点小偷小摸 因为自己有武术 在少林寺待过一段时间 曾经一个人干翻四个人 平时没人敢欺负他 他的身世也很可怜 母亲患癌症去世 父亲疯了李家出走 很小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外出流浪 冷了没处呆 饿了没处吃 有病没处看 这是2000年春节 一位导演无意间 拍下了一群铁路流浪汉 眼前这个大展厨艺的小伙 叫大四川 是这里的老大哥 起初是在天津打工 因为身份证被老板扣押 回家的路上又弄丢的钱包 被送进了收容所 原本应该钱送回四川老家的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途经西安的时候 被半路撂下 大四川只能先在这里过年 他计划暂时先这么生活 等过完年 让认识的老乡帮忙找份工作 攒够了钱就回家 虽然暂时落魄 但他还是会保证衣着得体 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件衣服 比如今天就是件保安服 而他平时也会用捡来的发胶 给自己弄造型 偶尔也会为小伙伴们设计 有时他也会帮人干苦力 换回一些辣子和肉 给大家做家乡菜 麻辣牛肉 凤翔大概是这一伙 人里最不讨喜的一个 每次大家凑在一块吃饭时 他只能尴尬地站在远处看 当初他因为不愿意被家里包办婚姻 独自跑到南方打工 可干了两年 老板也跑了 由于南方天气潮湿 升了戒床 没办法工作 只能到这边流浪 不过其他人都说他得了艾滋 担心被传染 只能默默远离他 后来凤翔突然画风一转 开始向导演借钱 希望能够资助他一点 让他把病看好 好心的导演虽然没有借他钱 但最终带他去了药店 小龙是这里的孩子王 他在这里待了五年 由于资历老 连那些年纪大的也不敢惹他 他有一把玩具枪 经常会拿着他到处晃悠 他说自己之所以会流落街头 是因为小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 那个老师不仅骂他 还连着把他爸妈也骂了 他忍不下这口气 小龙说自己出来这么多年 也想过回家 但他曾答应过一个人 是他的老大 等对方出来再做打算 而他口中的老大 一年前因为带人抢了三块八毛钱 被判了两年 除夕夜那天 一路上这些无价可贵的人 全都围惧在火堆旁 吟唱属于他们的流浪之歌 除了对现状的无奈 还有对未来的憧憬 半年后当导演再次回到铁路沿县时 一切都变了模样 小云南穿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手上还带着一块大金表 他说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 有吃有喝 还有新衣服穿 只是不方便透露具体是在干什么工作 小龙也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帅小伙 不仅穿戴整齐 腰上还别了一个BB机 他说此前他们一起被送进的收容所 没过多久大家就分开了 自己被好心人收养 成了地地道道的宝鸡人 凤翔好像是犯了案子 被公安抓走了 火狐狸被家人接走 之前还来找过他一次 不过小龙把他送到了车上 而那个一开始最乐观积极的大四川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疯了 现在每天光着身子 在街上跳霹雳舞 只有小胖还和以前一样 每天扛着麻袋到处捡瓶子 不过他不愿意再露脸 因为担心未来万一做了坏事 会被人认出来 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 背负压力又抱有梦想 更多的时候 随着命运飘来飘去 无法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但即便是群困潦倒 他们也还是坚强地活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